报告 报告 主席 有几个人求见您 我说过多少遍了 我不见 那帮王八蛋 我一个都不想见 让李参谋长帮我挡一下 是 司令 这几个人您还真的见一见 我不见 进来吧 进去吧 好 马主席 毕人是韩云杰 这位是新上任的 哈尔滨特务机关长 土匪元仙二先生 马主席的大名 早已穿遍中华大地 今日相会珍视三省游戏 土匪元仙二先生 久仰大名 我这腿有风寒 下不了地 请见谅 扛上来吧 热活着的 守护上来吧 我这下不了地 你这下不了一切 你要是吗 我这下不了地 我这下不了地 这下不了地 你这下不了地 我好 我是奉宣统皇帝之命 请你亲自出身 你是说溥仪 没错 确实如此 皇帝说你是他的人 溥仪皇帝说 要在东北建立满洲国 他的身边总得需要几个自己人 我啥时候成他的人了 1921年你去见皇帝 还给皇帝扣了一个头 皇帝还给了阁下你 一张古画和一个宋朝的古品 这溥仪还真记得我 皇帝说那一年 你好像才是一个团长 要到河南去珠坊 那你们到底要建一个 啥样的满洲国呀 这些具体的问题 还是到了沈阳再详谈 土飞员先生 沈阳是日本关东军的司令 我手底下 可有好几千号 日本关东军的人名 本庄司令官设的是 鸿门宴吧 马主席 要不这样你缺沈阳 我留下来做你们的人质 让你的士兵每天给一口水就行了 阁下回不来 我被扣押在这里也走不了 马主席 你看这样如何 去沈阳呢 我有件私事 你要是答应了 咱就走 你要不答应 你责任 有什么事情 还信阁下直说 明天再说 天白 你倒是说话呀 怎么办哪 要不 咱把他干了 谁啊 马展山 胡说 别胡闹啊 我可跟你说 一旦明天他宣布投靠日本人哪 到那时候 黄瓜菜都凉了 你觉得他是那种人吗 你就不觉得 这里头有他什么想法 或者 有什么谋略 我坚信 马展山肯定不是这种人 难说 人心隔肚皮啊 别瞎操心了 赶紧睡觉去吧 什么人 什么人 徐总长 这么晚还没睡 您是找主席有事情 没事没事 我就是想接个手 顺便看看那个马斯林睡没睡 你忙你的 徐总长 天黑 拿灯 好好好 你忙你忙 你忙你的 穿小 费 痴 神 女 忍 他 就这件事情 就这事 这件事情 我要是能够办到 我就跟你去沈阳 全体起立 从十一月四号 江桥抗战以来 咱们可黑龙江 独挑大气 鼓掌难鸣 蒋介石 张学良 始终也不发一兵一组 最终咱还是以失败告终 退到海伦这个阿德以后 我也想了很多 我对咱们曾经走过的路 无远无回 但今后 咱不能这样走了 人生一世草木已穷 我马战山 也得食人间烟火 我也得食食物 我决定 脱离南京蒋介石 大海伦 北平章学良 宣布 黑龙江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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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gift 靺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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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走人 好 既然愿意留下 那咱就同州共计 只要我吃干的 绝不让你们喝西的 我吃咸的 绝不让你们吃淡的 马司令 你要去哪儿 跟土匪元香去沈阳 散会 李参谋长 司令 你就不想再问点啥 我相信你 到了沈阳之后 万一我真的投靠了日本人 我相信你 到那时候 不但我背上了罕见的马鸣 也许还会连累你们的名声 我相信你 你 我在沈阳期间 黑龙江的军政事宜 全交给你了 你就不怕我带兵反了你啊 用人不宜 一人不用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琢磨讨你 但有一点 我也相信你 马战山把队伍托付给了李天白 非亲非故 非经年旧部 马战山就这样三两句话撂下 把数千人枪交给了李天白 是行星相惜 是气味相投 是马战山 已看破李天白的中共党员身份 或许男人间的信任 军人间的托付 原本就这么简单 是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弟兄们 马 别追了 马主席 为什么不追啊 我也痛恨过罕奸 上马 快 快 当马战山压上半生铭捷 踏上凶险莫测南下路途时 据拜权五百里外的一条密林关道上 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上智正率领一支抗日游击队 满江红达 可见其心路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抗强占 血染山河湿遍也 贫困流离愿在天 争自由 争自由 示抗战 带光复东北凯旋日 未宣远 打 黑水白山河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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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不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ちょうどご報告申し上げるところでした 連盟の決定では どんな決定ですか 我々を休団するわけでもなく 容認するわけでもなく 調査団を東北へ派遣してくるとのことでございます 関東軍の満州での様子はどうだ 関東軍は満州で一つ良いことをしてくれました それは満州に新日政権を打ち立てたことです この政権があれば 我々が彼らの領土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はなく 我が方は彼らを解放して その自治を助け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軍部には 若槻総理に対してわだかまりがある 若槻総理には辞めていただくよう 何か方策を考えるように persecuted 押され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鉄砲担いでのおえ 鉄砲担いでのおえ 鉄砲祭祭 招待 今へと進め 啊 良かった良かった 嗯 中国流で言うと これで何とか八の字の 羽が何とか掛けたというもの 次の右払いは最も難しいな 俺が旅順に行って不義を説得し 縛ってでも長春に連れてくる あとは馬仙山だな それは俺に任せてくれ まずカイリンを出て父春に行かせ 新日宣言をさせる それと満州国開国大典には 必ず奴を参加させねばな なかなか骨が折り損だな いやー 石原君の方こそ 世論もうまく利用すればな 中国だけでなく国際連盟の世論だな まず肝心なのは内地だ 3月9日満州が建国されれば 日本政府には直ちに承認させねばな うん 海外を植える的に 都市民が出てくれた 北京カイリンが出てくれ じゃあいつのシャッシュが アーメンにつなげて 寛たら大魚が出てくれ 多くてから は施設が多くて 海外に交換すると 見てくれていて 人にくった人も 大人もおよそ 大人も出てくれて 打算了 我对我来说 我找一点点 我在里面 我把你做了 我去用了 我看看我 我操作的 我操作的 现在是要让你 你操作的 我操作的 我操作的 你操作的 姐姐 姐姐 怎么了 好 醒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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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日本人也是为了您的安全 我不需要 昨天我听一帮日本人议论 说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是没有定下来 他们跟国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是我必须要当皇上的十二条理由 你马上交给百元征司了 如果不能让我迅速登记的话 我就要回天津 我的皇后还在天津等着我 是 谁 我去看看 皇上 谁 是皇后 在溥仪之身一人走出境园两个月后 宛容抵达银口 溥仪与宛容 皇上 从天津到吕顺 几乎走了一条同样诡异的路 经历了同样惊悚的旅程 唯一不同的是 把溥仪劫运到吕顺的 是土匪元贤二 把皇后宛容偷渡到吕顺的 是川道方子 皇上 今后 你不要再抛下我了 皇上 我跟板元说了 请你们 到我父王的府上去住 板元一致不勉 他什么意思 是要把我一致软禁在这里吗 皇上请放宽喜 东真来了 一切都由我 明日就是姐姐的生日 在旅顺的皇亲国戚们 都想要好好庆贺一下 姐姐最爱拍照了 明天咱们拍个够 走 给皇上皇后拍照了 给皇上皇后拍照了 姐姐你坐 来 准备了啊 皇上 下一次我们真的可以在奉天故宫跳舞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那边的舞厅比这边要大多了 来 皇上皇后看这儿 三二一 你 不能拍照 尤其不能穿这样的衣服 拍照 皇后陛下 皇上 满渊争四郎 祝你生日快乐 请你们 继续吧 现在是建国筹备时期 这些照片留出去 会招来非议啊 没事啊 大家继续跳舞啊 今天是皇后的好日子 接着跳舞啊 来来来 没事没事 皇后 皇上 招季 寻得 快去 快晄四郎 KNOW 他在眼前面 何故他在那裡這麼冷 他就是狼的似野心 因此他必須的威風 今夜 他在你手掌上的玩具 沒有急的 哈哈 喲子 皇帝閣下的無念さを抱いているか 沒有 不然… 在這裡的網上還在這裡 還沒有長州到達 中國人是保守的事情 但是… 我終於拿到了大魚 逃過了 餌足夠的話 魚是逃不得 大神國的皇帝 尊贏奧尾 尚詮子供 子供なら 要不要 女を操作用 河嶋少佐 自分が 新朝のシュースガーガーなどと思ってはいかん あんたは 我ら関東軍の 一振りの軍党 東洋の股張りだ この旅は泳がせておき 後でこれを縛るやり方に あんたも お付き合いいただかねばならん はい 分かっております 板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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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军事纷争 幕后无不是日本人的 弥天大话 川岛芳子在阴冷的上海滩 一条小巷里 制造了一名 日联宗僧侣的死亡 战事一触即发 我海军是 行动 一个日本和尚被人给杀了 日本领事竟要求 中国军队撤离渣北 欧师啊 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 做军人做得这么窝囊 我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去 说得好 日本人想在上海 再搞一个九一八 我蔡廷凯可不是张学良 上面态度如何 上面 上面的人他靠不住 看来 咱们十九陆军 得靠咱们自己了 尽管蔡同凯 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可日本军机的轰炸 还是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更猛烈 炸弹 连同日军的侵略野心 一股脑的倾泻在上海 密集的建筑陷落中 日军早已做好打算 要用如此野蛮的方式 将国际视线引到上海 肆虐的日军飞机 如同空中盘旋的幽灵 成为了笼罩城市上空的恐惧阴影 猝不及防的平民百姓 争先恐后地朝着美英租界奔去 这座连接租界与市区的外白杜大桥 成为了百姓眼中的求生通道 第十九路军 一面抢救运输商员 一面紧急搭建阵地 他们不愿让上海成为第二个 沈阳北大义 与此同时 日本驻护海军奉命紧急集结 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余人 整兵分五路 扑向闸北 黄浦江面上 集结的二十四艘日本军舰 开炮参战 上海一二八抗战搭下 追野兵 追野兵 回来 快回来 fod野兵 排启 楼上人 让我动이야 三班长 三班长 上反机相端了 快点 是 快救人 快救人 兄弟 兄弟 快点住 兄弟 停住 走 走 来 过来 来 你们两个 那边 你们三个 这边 走 是 收留弹 收留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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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射 好 班长 走 是 快点 来 快 快 来 来 来 快 抬过来 抬过来 快点 抬过来 来 抬过来 抬过来 快 快点 一会儿今天就打开 快点 抬过来 快点 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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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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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飞机 快一遍 快 一遍 快 快一遍 快 抬过来 来 抬过来 来 抬过来 够点 有 有 再来你的 小心小心 列长 好 工具都被炸了 麻宝不够啊 麻宝不够就不是抬过来 抬过来 进来啊 没攻尸 老子照样给鬼子看 来 赶紧抬过来 内容所有东西 借助新公事 投资 company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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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なら、中国人の神経はとても脆いものだ おかしいね 昨日から、海軍が打撃を続けて与え 上海は瓦礫に変わったはずだが なぜ、奴らは抵抗をやめないのだ 全く、思わないのだ 中国人の意志を打ち砕くなら 広北の街を破壊するだけではたら もっと大きな標的を狙わないとダメだ 分かりました 直ちに航空隊に商務図書館と東方図書館を爆撃させ そして、中国最大文化機構を消します よーし オン! オン! 美味さい 外面炸弹都想成那样了 你们还在屋里干什么呀 这是杨信佛他们搞出来的防毒面具 从设计到鞋带都非常适用 日军很可能使用毒气弹 我们要尽快制造出来 提供给十九陆军 文化都快覆灭了 还要这防毒面具干什么呀 你们去宝山路看了没有 日本飞机轰炸了东方图书馆 四十六万册藏书毁于一旦啊 这日本人实在太可恶了 他们以为毁掉我们的图书馆 就可以毁灭中国的文化了 真正的文化是根植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的 是烧不掉也炸不毁的 雪峰已经起草了一份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强烈抗议日军进攻上海 对十九陆军抗战表示坚决的声援 你看看 雪峰 你怎么没签名啊 国民政府还在清教共产党 雪峰同志不便签名 对 你这个共产党书记一签名啊 这文章就发表不了了 巴金田汉他们正在召集 文化界爱国人士聚会 号召全国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 一致对外 共同起来为国家和民族而斗争 好了 我的名字签好了 可以拿去报社了 我们需要等一下鲁迅先生的意见 他被困在扎北的寓所里出不来 我已经派人把稿子送过去了 各位 陆寻先生已经签名了 他完全在动我们的宣言 好吧 你们